手提大包小包在推著行李箱 不等春節連假開跑 小年夜前一天 已經有不少民眾向公司請假 迎接十天連假 想考這時間到嗎 回家睡覺 會不會很久沒有那麼長的假期 也還好吧 常常有連假 今年春節不過揭露 佈置民眾爽放十天 股市也從一月十八號 一路休到二十九號 一共十二天 直到初九才開始交易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直言 連假太多不利於經濟 因為攤開今年行事令 春節連假結束後 緊接二二八七名短五連假 下半年還有國慶連假 為了休這些假 今年總共補班六天 跟香港 中國相比 台灣補班天數多了中國一倍 工作五天之後 過禮拜六 禮拜天是大家最渴望的休息日 你現在為了要補班 為了連續假日 你把它挪動 你通過挪了六次 連續假日這麼長 你可能一直被這樣鼓勵大家出國 行政院政務委員張錦森 也在謝金河臉書留言表示 政府刻意放長假 再來補班是錯誤政策 他曾多次反應 不過還是有官員認為 廉價是辯明惠民得正 不需要 為了休特別的長假 然後去補班 而且會影響工作的這個士氣跟情緒 禮拜六誰想要上班 那去的話 你都帶著什麼心情去上班 好想下班 不想補班 好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